这个名 阿们 阿们 今天我要讲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马后福音书 马后福音书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 马后福音书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 讲到一个三说三文三拜三求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所以我喜欢它简短的 三说三文三拜和三求 我们先来看看马后福音书第十章 三十二到三十四节 马后福音书第十章三十二到五十二节 是比较长的一定的经文 因为一定的经文长 是因为它里面每一个段落 都有它包含的意义 去年我用了很多的时间 讲解在帮助在关系上的问题 在我们运动那方面的情面的需要 家庭里面那些问题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问题 婚姻里面那些问题 就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讲解了很多关系上如何去处理 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情绪 是谁 你也要看清楚你身边的人是谁 你也要看明白你自己家庭里面周围的人是谁 然后当你看到明白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关系上搞少了很多的问题 那你正可以喜乐 欢喜的生存 每一天这样过你的日子 你很艰难就是每一天 在一个不幸福 不快乐的家庭和生活的里面过日子的 因为每一天打开眼的时候 一出现的时候 就发生争吵 发生很多关系上的问题的时候 你不会享受你的生活 即是你不会享受你的生命 但是今年我要帮助大家 开始专注 不单止我们自己来在 我们个人的需要 和一个个人关系上的需要 我也要帮助大家进入另一个阶段 进入另一个阶段 哪个阶段呢 就是开始不单止对自己 对人 哪是对神 对上帝那方面 对神和对上帝那方面 意思是说 我会着重多一点在对神 和对上帝那方面的一个追求 和形式 这个《马后分诗》第十章 第三十二到五十二节 这里讲到 这个故事开始是什么呢 因为经文很长 我不会全部读完 但我会大概解释 那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 这个经文讲到 当一个耶稣和一个门徒 他们走路进入一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段经文发生的情景 在《马太福音诗》二十章 同样的发生 《马太福音诗》二十章 同样的发生 你看《马后福音诗》 如果你要更加清楚 整个故事的话 整个故事 你都要看回《马太福音诗》二十章 那你就看到整个故事 更加全面的 去明白它 耶稣他进入一个耶路撒冷 行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在一个行走的里面 通常耶稣会和谁在一起呢 每一天耶稣会和谁在一起呢 那些门徒 除了门徒呢 还有很多的信徒 就是说门徒是十二个而已 或者后来加多一点 变成七十个而已 但是除了这个十二个门徒 和这七十个门徒之外 还有几千的信徒 几千的信徒 常常地跟随耶稣的 但是在这次的故事里面 《马太福音诗》他没有说 有多少 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十二个门徒的里面 十二个门徒的里面 他们都在当中 在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说到这个时候是说 跟随他的人也惧怕 耶稣行在前面 门徒跟着 然后跟从他的人也害怕 我相信是那帮congregation 就是那帮回忠 然后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 看那我们向耶路撒冷去 人子终要被交在祭司掌获民事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去隆他 肚目在他面上 边打他杀害他 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这个是第一段 这个第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 耶稣在行走的里面 同门徒们 同他们身边里面的人 和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他第三天 会受死 会钉十字架 然后第三天要复活 我们再看另一个slide 另一个slide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情形是什么呢 当耶稣说他就要受死 钉十字架 复活的时候 接下来的就是这个 这个西彼泰的儿子 雅国 若寒 雅国和若寒 这两个人 还有一个人在当中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诗20章的时候 你发觉到 还有另一个人的名字 是列在里面的 除了若寒和雅国之后 马太福音诗20章的时候 他说到这两个儿子的谁呢 这两个儿子的谁呢 这两个儿子的妈妈都在里面 这两个儿子的妈妈 马太福音诗20章20章 他说这两个门徒的一个妈妈 如果你看一个情景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耶稣说他要死了 他要第三天之后 他要复活了 接下来发生的情形就是什么呢 门徒 耶稣就问他们 你想我为你做什么 耶稣就开始问他们 你想我为你做什么 接下来 门徒就问 如果你继续看 门徒就问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 当耶稣跟他说 你想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 门徒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 是不是我闻什么都可以 是不是我求什么都可以 是不是我要什么都可以 跟着下来 然后那个妈妈也跟着出现了 马太福音诗20章 那个妈妈出现 哇 跟着他说什么呢 当约翰 这里说到 当约翰问耶稣 是不是我求什么都可以 然后妈妈就跟着说 耶稣 带着他两个儿子 不是 那个约翰和雅各的妈妈 带着他两个儿子 就来到他当中去说 耶稣 我求你一件事 耶稣说他要走 然后问他 你们想求什么 你们想求什么 然后那个妈妈 就带着那两个儿子 来到耶稣的面前 说了什么 我求你一件事 耶稣 这件事是什么呢 是说 可不可以将来 当你得国的时候 当你得荣耀的时候 可不可以 我们这两个儿子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你看下去的时候 然后耶稣的回答很有趣 他说 明明是他自己 先问别人爱什么 耶稣先问他们 你想爱什么 当他们说了 他们想爱什么的时候 耶稣的回答却很奇怪 他说 你们所求的 你们都不知道 你自己求什么 他说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到底求什么 说什么 有没有试过 有些人说话的时候 他说到 夸大的一个地步 根本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说什么 意思是说 他不知道自己 求这件事的时候 他自己 做得到 不做得到 承担得到 不承担得到 大家敢敢求 看下去的时候 这里讲到 耶稣讲 你们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洗 你们能受吗 意思是 坐在 这个左右 这个围子的人 耶稣可不可以 给呢 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 当如果要坐在 那个围子的时候 他也要承担 一些耶稣所承担的 耶稣在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身份里面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成为 犹太人的王 他成为 一个復活的主 在这些整种情况里面 他要经历的是什么呢 他要经历的 就是十字架的一条路 他要经历的 就是在十字架里面 如何被钉死 他要经历的是什么呢 被门徒们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全部都离去他 他要经历这些种种的伤痛 这些种种的难受 这些种种的肉体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痛苦 甚至是 灵里面的痛苦 就是在他钉十字架的一刻 一个父神离开了他 短暂的一个隔绝 灵里面 短暂的一个隔绝 一个三位一体的神 短暂的一个隔绝 所以当门徒来说 他想坐左边 和右边的时候 他不明白 坐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是有一个位置里面 需要的担当 和责任 和在一个位置里面 需要面对的事情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一样的 你不在那个位置 你不知道那个位置的困难 你一个夫妇 很多时候 妻子没有办法明白 那个丈夫坐在那个位置 成为一个丈夫的位置 一个角色的时候 很多时候 妻子没有办法明白 那个丈夫里面 他们所想 他们所承担 或者是父亲 他们所承担 所有的一切 而丈夫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 你没有办法明白 做一个妻子 他们所承担 他们所面对 种种的事情 所以 人呢 很多时候 是没有办法 去明白 当你不在 那个位置里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 先生会 给很多很多的 移民 有关于学校的发展 等等 当他坐在 一个演长 校长 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看事情 也不是一样 也不是一样 那些总理 他们在做总理之前 说的那些说话 说得非常好 但当他真正坐在 总理的位置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有时他们 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我要说在这里 就是 很多时候 人不在 那个位置 是不会了解 那个位置里面的困难 和那种的辛苦 和他们所要面对的 种种的问题 门徒是如此 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第39节 他们说 我们能 哇 我们能 当时的门徒 很夸耗 他根本不知道 将要发生了什么 他们很容易就回答 我们可以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 你们也要洗 只是坐在我的右边 不是我可以赐的 而是为谁而避 而是为谁而避 的 就赐给谁 阿们 为谁而避 的 就赐给谁 这是很简单 可以明白的 当他们听见了之后 第41 十个门徒听见 就很努努瓦各 若汉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 有尊为君王的助理 他们 有大乘 操纵管车 他们 很有意思的 当耶稣 说了一半的时候 他看到他们不明白 他们明白一些 不明白一些 不是说他们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明白 但他们明白一个部分 但另外一个部分 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的 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 他们十二个门徒的里面 两个要争那个位 十个就因为 这两个争一个位的时候 他们使得耶稣 怎么说呢 耶稣当时就开始 没有说指责 但是开始 更加深入地 讲到其他那些东西的时候 这十个门徒开始 也都觉得 为什么两个门徒 要这样来做 或者甚至乎 他们当时的no-no 是no-no 这两个门徒 想要争那两个位 左右那两个位 接下来看那个故事 很有意思 接下来就发生了 一些很有意思的事 接下来 耶稣 行了一个 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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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字的神迹 下面一直到52节 等一下我们再看那几节经文 接下来的时候 耶稣说到一些 对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的经文 他说到要做大 你要先学习 怎么去服事 他说到你要做钱 你一定要怎么学会去做个仆人 他说到 就是说 当你在这些情况里面 你说我来 甚至我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我都没有争取这个位置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开始叫他服事人 我开始叫他服事人 当你服事人的时候 你就能够为大 主要的目的 不是大或者是小 哪些是那种心态上 那种心态上 就是那个目的上 或者那个意义上 耶稣基督所追求的 上帝所追求的 就是人能够有一个服事的态度 人不只是为了一个位置 乃是一个服事的态度 你可以坐在一个牧师的位置里面 你也可以坐在 即是说世界里面 任何一个位置的里面 而你仍然没有做到 你自己的位置里面应该做的事 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但是你也可以 没有在那个位置里面 而完成你要完成的生命里面的事情 感谢赞美主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先看一看 那三说和三文 那三说是什么呢 那个下子那部分 我们稍后再看一下 那三说是什么呢 三说就是说到 耶稣多少次 遇完他自己的死和复活 耶稣多少次 遇完他自己的死和复活 自己遇完自己 自己告诉人 他自己的死和复活 一次两次三次 一次的举手 两次的举手 三次的举手 偷看了 耶稣其实三次 曾经遇完他自己的复活 三次遇完他自己的复活 我都惊喜 如果你没有看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 你以为 耶稣只说过一次 他自己要 叮十字架 他自己要死 然后他自己要复活 但是其实圣经里面 讲到 就是马太福音诗 第十六章 十七章 还有二十章 三次 马太福音诗 第十六章 十七章 还有二十章 讲到 他的一个 受死 和复活 讲到 他的一个 受死 和复活 三次 三次 这个就是 三说 他三次 prophesize 三次 讲说 他自己的 将要面对的 事情 将要 这个 预言 和将要发生 在他自己生命里面的事 第一次 在哪里呢 第一次 就是在 这个 比德 经文下 第一次 Next slide I think 第一次 在这里 第一次 就是 这个 比德 比德 记不记得 他根本不知道 耶稣就是主 在一个情况 里面 忽然之间 他一下 看清楚 你是耶稣 你是基督 记不记得 那个story 忽然之间 当他明白了 你是耶稣 你是基督 第一次的时候 他开始 看到耶稣说 我要被杀 第三天 要复活 当时的比德 做什么呢 很有意思 你知道这三次 他说到 自己复活的时候 每一次 那些人的反应都不同 第一次 当他说到 自己的死 和自己的复活的时候 当时 比德的反应是什么 耶稣 不要钉十字架 耶稣说 不是 比德说 不要钉十字架 你说什么 他说 这个事 不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不要去 这个比德 拉着耶稣 不让耶稣 钉十字架 但是耶稣的回答 又很有意思 这里要说什么 二十三节 sorry 二十三节要说什么 耶稣转过来 对比德说 撒旦 推我后面去吧 你伴我脚的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比德好心献耶稣 不要钉十字架 但是耶稣反过来说的就是 你退后面去 他指责的不是一个比德 他指责的是比德背后的灵 你退后面去 你体贴自己的意思 但是你们不体贴上帝的意思 比德当时所做的 他想是烂了耶稣基督 要成就 他需要成就的事 他想要烂了耶稣基督 去完成他的生命 或者他一生里面最终必须要完成的一句事 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都很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 我每去一个地方 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上帝 要我们去形成的 每去一个地方 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完成一些什么事情 而再要完成一些种种的事情的里面 他要我们达到那个情景 我很希望这样 但是事实给我们知道的是 从旧约到新约 一直到史诚传 一直到今时今日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都知道是没有那么理想的 当摩西要完成上帝在自己生命里面 要完成的使命的时候 他也遇到很多的难阻 他一出来服侍的时候 充满着火热 充满着热心 上帝已经呼召了我 要带领耶稣基督人出一个埃及 上帝已经交了一个使命给我 他就大发热心 一出去就失败 怎么失败呢 他出去因为上帝呼召他 带一个希伯来人 就是他自己的子民 自己的百姓 要帮助他自己的百姓 火热出去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兄弟 即是同族的人 两个兄弟在那里打架 他就好心 好心地圈戒他们 帮助他们 但是在那个情况的里面 他们反而怎么样呢 就是这两个人被埃及人欺压 被埃及人欺压的时候 这个摩西其实好心帮他们的 帮他们甚至杀死了埃及人 当时的摩西其实他心里面说 因为应该这两个希伯来人 他会更加的支持我 更加的赞成我所做的 或者是体见 哇哦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成为他们的领导 我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 我可以成为那个上帝 跟他们讲的一个因 但是事实被他们看见的 不是 而因为这一次的事故 你知不知道摩西逃避了多少年 摩西因为这一次的事故 他为了帮助他自己的兄弟 那两个希伯来人 杀死了埃及人之后 之后他逃走 去到一个荆棘地上 去到一个抗野的里面 一段的时间 一段的时间 他没有办法 去完成上帝给他的呼照 和他的使命 他没有办法 很顺利地去造成 上帝要他做的工作 他逃避 走了去抗野 很多年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 他逃避 走了去做什么 做了牧羊人 直到有一天 当他放羊的时候 在放羊当中 忽然之间 上帝行了一个 异象或者一个神迹 给他看见 他放羊的时候 软软地看到 有一棵荀 荆棘树 烧着火 而烧着的时候 他在那里有个火 但是他走过去 那个树又没有烧死的 一个神迹就是他当中 就是那一次的经历里面 上帝开始再一次的确实 肯定被摩西知道 他所做的事情 是他上帝所呼召 也是上帝所肯定的 但是在一个过程里面 经过很多的磨难 摩西需要经过很多的磨难 大卫也需要经过很多的磨难 包括使徒姆罗 当他见到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之后 他也是大发热心 想说他从原本来逼迫耶稣的 然后他想加入犹太人的里面 去找那些门徒 想象之中 现在他改变了 他想回来 成为一个全让耶稣的人 但是当他回来到这些门徒的面前的时候 那些门徒未必接受他 也没有接受他 他们经历了一个极之困难的过程 今天我要让大卫姆网知道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在歌运 在家庭 在教会 在成事 我们都carry 我们都承在着 一些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使命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成就的 在一些使命里面 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付出 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困难 很多所面对的事情 最后当他们不放弃 当他们继续寻求的时候 他们正能够做到 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有的使命 不是一帆风顺 也不是所有的事情 一讲就马上可以成就 一讲就马上可以成就 所以大卫姆网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 当你面对在服事当中 当你面对在家庭里面 你有了一个新的仪状 你有了一个新的心态 还有一个服事的心态在里面 你有了一个新的心态的时候 当你大发热心的时候 你面对一些的困难 一些的难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灰心 不要放弃 因为这个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功课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 在这种种发生的事情里面 我们学习欠秘 我们学习怎样更加的忍耐 我们学习更加的坚固 我们学习怎样更加的寻求他 我们学习更加多的来到讨告 我们学习更加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他的同在里面 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一个磨练 一个过程 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精金 Pure as gold 好像金那么精金 那么精金 就是说越利越秦正 越利越秦正 越利越秦正 这个过程会成为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索造 一个磨练 一个试验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越利越亲近主 越利越圣洁 越利越有上帝的一个扬式 那就是赞美主 这里讲到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你不体贴主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很多时候 我们体贴人的意思 多过上帝的意思 我和你讲 当你清清楚楚知道 那个是上帝的意思的时候 坚持不要放弃 当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 是自己的肉体的话 马上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求上帝帮助你 去成就 上帝在你灵里面 要成就的东西 这些肉体上 现实生活上发生的事情 是要磨练什么呢 不是磨练我们的身体 他的磨练不是磨练我们的身体 他的磨练是磨练我们的意志 他的磨练是磨练我们的那个人 我们的那个心智 我们的那个self 我们自己的自我 使我们的自我 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原来我都不是这么圣诀 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熟练的性情 原来我里面有这么多的情绪 原来我还有这么多 负面的思想 或者是负面的心情 在我里面 当你在这个磨练的里面 你就开始更加的看见self 你自己 你的自我 是在哪一个的情况里面 而因此当你看见你自己的时候 你可以改变你自己 你改变你自己的时候 你更加 你更加有一个得胜的生命 能够被生长出来 感谢赞美主 所以三求 这个三说 耶稣预认他自己的死 第一次 是在他 这个 这个比特 看见耶稣 基督是主之恶之后 耶稣亲自的跟他说 他要死 和复活 第二次 在哪一时呢 第二次就是那三个门徒 那三个门徒 和耶稣基督在哪一时 在那山上 在那山上 哇 他们很开心啊 和耶稣在那山上的时候 忽然之间 耶稣的形状变了 忽然之间 他身发光 忽然之间 看到一个荣耀的耶稣 在身脚的时候 他看不见那个荣耀的耶稣 在身脚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一个木匠的儿子 所以一个木匠的儿子 有很多人所没有的 但他们仍然看见的 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一个人的儿子 直到他们在山上的时候 这三个门徒 比特雅各亚汉 他们上到山上的时候 他们看着耶稣的形状 改变了之后 哇 他发觉到 那个耶稣 和他们同在的时候 那种的环境 那种的气氛 那种气氛 是这么好 他们甚至乎不愿意落山 他们愿意留在山顶 甚至乎我们搭三个棚 搭三个厅 在上面 住在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下去了 但是耶稣说 我们是需要下去的 因为还有事情 我们还没做完 这个第二个 耶稣议员自己 在那个情况里面 耶稣说 他会死 他会复活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 就是我们读的经文 马哈福音斯 马哈福音斯第十章 或者是路加福音斯 马太福音斯第十章 OK 马哈福音斯第十章 这三文的里面 耶稣三次的议员 我稍后会讲给你听 为什么这三次的议员 对这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的里面 有这么大的影响 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 是我们要捉取的 我们先看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三文 三文 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说什么呢 是马哈福音斯 十章 三十六节 三十八节 和五十一节 耶稣在这次 可以说是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门徒 门门徒 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然后当他们说了 我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求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 五十一节的时候 他问下子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们来看看 马哈福音斯 第十章 四十六到五十二节 回到这里 看圣经文 最后的两个 圣经文 最后的两个 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 这里讲到 那两个患徒 听到耶稣要死 听到耶稣要复活的时候 他们求要坐在左边 他们求要坐在右边 然后耶稣讲解了 这个不是你们求得来的 是已经有预备了 有预备了 接着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很卑微的 一个盲眼的 可以说甚至有一个刻意 远远地就在那里求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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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看不起 一个卑微到在世界 没有任何的身份 没有任何的地位 没有任何人 接纳的一个下子 远远在那里呼求耶稣 耶稣 耶稣 求你救我 当时 求你 可怜我 当时那些门徒 听到这个下子文的时候 叫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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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着耶稣 别打架耶稣 耶稣正在说话 别打架耶稣 但是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段经文 为什么呢 因为这段经文说到 耶稣的心是多么柔软 耶稣的心是多么看怯人 是多么怜悯人 他远远听到这个下子在喊 门徒烂了不让他来的时候 他吩咐那些门徒去说 不要阻止他 让他来到我面前 让他来到我的面前 我看见这里的时候 我很感动 这个下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问他 同样他问他 你要求什么 你要求什么 我想请问大家 当门徒求 包括雅各若汉求 包括他的妈妈求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给他们 耶稣没有给他们 他们所求的 但是当这个下子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他求耶稣 耶稣求你可怜我 求你让我能够体见 耶稣问他 你要什么 他说我要体见 我要能够体见 圣经告诉你 下子就得着了意志 耶稣医治了这个下子 耶稣医治了这个下子 我不知道当你们看圣经 这些故事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 有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当你们看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审察自己 会不会扣圣灵来光着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人心里面那种的心态 我们人心里面那种的态度 我们人心里面那种的追求 这些追求 是不是真是耶稣基督 是上帝要喜悦的 是不是上帝或者耶稣基督 愿意给我们的 是对我们好的 我就说一次 我们这些所求 是不是真是对我们好的 也都是对人家好的 我看见一个下子最终得意志 在两个的相比里面 一个门徒和一个母亲 和一个下子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两个都求 他们都求 我要什么你就给我 我要一个位置 你给不给我呢 那个下子说 耶稣耶稣我不配 求你可怜我 求你可怜我 而最后 以一个下子得意志 以两个门徒 没有得到他们所求的 那差别是什么 那差别不是问题本身 那差别是态度的本身 态度的本身 门徒自以为他们是门徒 他们就应该 他们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有这样的可求 下子 他虽然是一个下子 但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 他极之的谦卑在主的面前 极之的知道自己不配 而来到上帝的面前 而他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意志 前所未有的意志 那些门徒的反应 当时的门徒的反应 当时的门徒的反应 耶稣说 我就要死了 我要被钉十字架 我会被人捉 我会被人什么时候 很奇怪 当耶稣说他要死的时候 那些门徒想的不是 耶稣为什么你要死 他们想的不是 耶稣这么辛苦 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其他方法 他们想到的 不是看说耶稣基督那时候的心 不是看说耶稣基督将要经历的 不是看说耶稣基督 跟他们讲一个 在他的生命里面 是极之难面对的一件事情 当耶稣基督和门徒们三次讲说 他的死 和他的被鞭打 和他的受苦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时门徒的心情 我所知道的就是 第一次说不好 第二次的时候 没什么所谓 在上面这么好 不如不用走了 就在上面 第三次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争 谁应该做大 耶稣你走了 你走了之后 谁要带他们呢 谁要继续带这些人呢 他们想的就是这些 完全没有想到当时耶稣的心情 当耶稣跟他们讲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里面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里面的心情是怎样的 心情 圣殿里面有三层 一层是染子 一层是圣殿 一个是至圣所 很多时候人来到圣殿的时候 来到亲近上帝的时候 或者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停留在染子的阶段 那个染子的阶段是什么呢 很多嘈杂的声音 很多叫埋的声音 哦 买格子啦 格子多少钱 多少钱 哦 买牛 买羊啦 谁要牛 谁要羊 充满了这些 好像市场 好像市场 里面所有的声音 他们进入了圣殿 已经进入了圣殿 就是圣殿的圆来 但是他们听不听到 亲不亲的上帝 知不知道他们进入圣殿是为了什么 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叫埋的声音 他们里面 就听到一大堆琐碎的声音 这些都是很多基督徒面对的 当来到亲近神的时候 无论在自己个人生命里面 或者来到教会的时候 仍然是在圣殿里面 怎样知道 到底是在圣殿 或者是在圣所 或者是在知圣所 当你来到亲近神的时候 你怎样知道 你自己在哪个阶段 当你来到亲近神的时候 无论在你自己个人的灵修 或者来到圣殿 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亲近神的时候 当你在敬拜的时候 你的心思意念 仍然在想着 你家里面什么没做 我还有什么没做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计划 我待会散了会之后 我要做什么 我待会煮饭 我要吃什么 你的心思意念 当你来到亲近神的时候 你仍然想着 所有是你自己所遂的东西 你仍然想着 你生活上的事情 你仍然留在那个圣子里面 而一个圣子 是宣扬 是吵闹 是充满着所有的饭杂的声音 你听不见主的声音 你都亲近不了这个主 你亲近不了这个主 当你进入一个圣所的时候 你好一些 你开始可以看到 因为没有了囚集的声音 但是在圣所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服侍 有很多不同的服侍 有那些圣饼在那里 在圣子的时候 是一个洗脚盆 就是洗脚洗手的地方 就是圣所的时候 就有那些灯台 等等的东西在那里 都是很多的服侍 想到的就是 在进入一个圣所的时候 就是想到去做什么 比在圣子的时候好很多 不是想着自己生活上的东西 也不是想着自己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想着一个烦恼 各种各种的东西 来到圣子的时候 来到圣所的时候好一些 你心里是想着上帝的 你的心里都是想着耶稣的 你现在里面是有耶稣的 你是想亲近祂的 你是想为耶稣做些东西的 但是你发觉到 你仍然没有办法 仍然没有办法 有很多的挣扎 服侍国都很疲倦 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 这是圣所的经历 做一个基督徒 不可以单单留在圣子的敬拜 不可以单单留在圣所的敬拜 做一个基督徒要进入一个 致圣所的敬拜 什么是致圣所的敬拜呢 致圣所的敬拜 想着上帝 想着耶稣基督 但当你进入至圣所的时候 那一刻 当你进入至圣所那一刻 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的 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心思念念里面 在你的灵里面 在你的心里面 你只是单单想到耶稣 你只是单单想到天父 你只是单单想到 跟天父在一起的时间 那个时间 你不会再想到几点 你不再想到散会之后会做什么 你不再想到我老婆 今天不知道吵什么 我又不再想到 她的儿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再想到所有所遂的事情 你的心思念念单单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上帝 而当你进入至圣所的时候 你会听到圣灵上帝跟你说的声音 没有其他的人 单单主和你 单单主和你 这个和我刚才说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问题 那个关系就是 这些门徒天天跟着耶稣 但是耶稣每一次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当时没有圣灵 可以说 不是说没有圣灵 我不应该用这句话 当时圣灵不是那么明显 彰显 人家没有那么确实地知道 圣灵在当中的工作 当时那些门徒 每一次当耶稣跟他们说话 有多少次 如果你看四福音书 有多少次耶稣跟他们说这一样东西 他们想那一样东西 耶稣跟他们说这一样东西 他们想那一样东西 他们永远抓不到耶稣跟他们说什么 当时的门徒 耶稣跟他们说 他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道 知道耶稣说这个死和复活到底带来的什么 到底是说的什么 到底这个重要是什么 到底这个问题是什么 到底真真正正要成就的是什么 门徒没有明白 明白不到 明白不到 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永远留着那些燕子的敬拜 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你永远了解不了上帝跟你说的东西 你了解不了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情 你听圣经 你听神的说话 你不停读神的说话 但永远进入不了神的说话 真真正正的真意是什么 唯有当你进入圣所和置圣所的时候 你就开始听 哇 原来我是这样的 原来我是这样的 原来我做错了这么多的事情 原来哇 主你是这么伟大的 原来这个作为 哇 我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我可以感恩的 你只是想到在主的里面 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事 在主的里面 你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都看到上帝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个三拜 至圣所的敬拜 是我们要追求进入的 不要成为那个门徒 不要成为那个门徒的妈妈 追求一些 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追求什么 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要只是求问一些 耶稣说你爱什么 耶稣说你爱什么 当你还没回答耶稣基督之前 好好地想清楚 你爱得什么 就是一个成功的事业 就是你所爱的吗 子女的成就 就是你一生所爱的 耶稣基督之前 耶稣说你爱什么 如果下子他说我要得意志 他经历了这个意志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我们生命里面 真真正正的需要的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求的 都不知道自己求的是 为了什么 第四个层面就是讲到三拜和三求 三拜和三求 三求是讲到什么呢 满徒求耶稣给身份给地位 耶稣讲这些身份地位不是你所能够有的 以下子求医治 你知不知道寻求主有三个圣面 敬拜主进入智圣所 亲近主能够听得明白他讲了什么 能够明白到他真正所讲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寻求主的时候 三个方面你要寻求 你寻求见上帝的面 你要寻求他的旨意 你要寻求他的心 我用这个例子来做一个结束 你们明白我讲的什么 星期五的时候我仔在青年部分享 我很压疑他讲的题目 很惊喜他讲的题目 他讲到题目三点 第一点他讲 他讲到底你 what are you follow after 你跟随的什么 他讲的第一点 what are you follow after 你知不知道他讲第二点的时候 他讲 what does it mean to follow Christ 第二点他讲 跟随耶稣 是什么意思 到底什么是叫做跟随耶稣 然后第三点他讲 will you follow Christ who heartedly 会不会全心地来跟随主 他用了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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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k my heart 就是说真的 很深刻在我的心灵里面 他讲到 他讲我们 跟随主 是因为我们爱主 然后他用了一个例子 来讲 当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有 很多很多的女朋友 或者你有很多很多的男朋友 当你男女谈恋爱的时候 当你说你爱对方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有很多的男朋友 和很多的女朋友 当你说我们爱主的时候 主要求我们 follow him how heartedly 就是说全心地跟随他 他讲 要全心地跟随他 然后他讲 你可不可以 星期一 星期三 和一个女孩一起谈恋爱 然后星期二 星期四 再和另一个男朋友 谈恋爱 或者女朋友谈恋爱 然后星期五 星期日 又和另一个女孩 谈恋爱 他讲 在一个这样的恋爱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人可以接受一个这样的情况 三个女朋友 拜一 拜三 一个 拜二 拜四 一个 拜五 你 拜一个 要不要 有没有人可以接受一个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恋爱 这样一个恋爱 如果一个男孩 怎么跟你说 我爱你 星期一 星期三 我爱你 星期二 星期四 我就爱你了 星期一 星期三 我爱另一个 然后星期五 星期日 又爱另一个 你接受到这样的爱情 你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份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们爱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星期日的时候 我们正来到主的面前 说主呀 我爱你 人 要跟随主 他说 是要全心 全意 全力 全生 全力 这样来跟随主 你爱他 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说要寻求他 我们寻求是什么呢 我们寻求真是你爱他 我们寻求 不单止就是见他的面 见一个的面有什么困难 有几次 你都可以见到那个人的面 你来到耶稣的面前 多多小小 你都可以见到他的面 更深一层的是说 要寻求他的旨意 最少你都要知道他的旨意 到底他想你做什么 吵架的时候 他想你做什么 想你继续吵下去 或者是想你 quiet 或者是想你 谦卑一下 或者是想你放下 不要再吵 到底他想你做什么 寻求他的旨意 是讲到做 what can you do 当你寻求神帝的旨意的时候 你要知道上帝 要你做什么 但是更加重要的时候 你要寻求他的心 寻求他的心 不单只要见到他 不单只要见到耶稣 你更加要知道他要你做什么 和你更加要知道他的心 在想什么 当时的门徒 没有一个明白耶稣当时的心 马尔福音诗十章里面 当他说到他钉十字架 当他说到他死 当他说到他复活 当他说到他将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到他的心 到底想着什么 想着什么 爱着什么 求此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能够寻求他的心的一个基督徒 不是留在掩子 不是留在一个圣索 而是进入一个至圣索 和他有一个好个人 单单有他 没有其他的事的 没有其他人的一个位置 里面 甚至乎到一个地步 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心 有一天有一个儿子 来到妈妈的面前 他很久没有见过妈妈 很久没有见过妈妈 就约了妈妈 妈妈 哪一天我会来见你 约好了时间 约好了地点 他们见面 那个妈妈听到儿子约他见面 很久没有见过儿子的时候 他约了他见面的时候 妈妈很期待 很期待儿子 哇 这么久没有见过儿子 没有跟儿子经过 好期待儿子来到 哇 预备好早餐 预备好 预备好 所有的一切 等着儿子来 但当儿子立到来 第一样东西 他说的时候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 妈妈 你有没有做那个view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有没有写遗族 儿子很久没有见过妈妈 妈妈满心期待 想见到儿子 而见到儿子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 儿子说的时候 妈妈 你们有没有写遗族 哇 试想妈妈的心情是什么 上帝天天天地 longing after us 天天地期待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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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见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求什么呢 我们问什么呢 这个儿子没有摸着妈妈的心 妈妈所期待的 就是能够有一个时间 能够跟儿子聊天 好好地聊天 好好地交流 但是儿子看见的是什么呢 爸爸妈妈的财产 爸爸妈妈会留下什么 留下的时候 有没有做好 如果不是将来 他们能不能拿到 你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寻求祂的面 寻求祂的旨意 还有寻求祂的心 寻求祂的心 我们一起站起来 在星期五 我另外一个很surprise 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讲到道的时候 他其实为人祈祷 那么我心想 其实叫所有的人出来 那么我们就和他一起祈祷 我们会支持他 和他为那些人祈祷 但是他做了一个我很surprise的事情 他不是邀请所有的年轻人出来 他乃是说 有没有人 你要全心地跟随着主 你自己行出来 一个很高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很高的一个 他不是刚开始学港道的一个人 他一个这么高的一个 我心想 哇 我都迫了一下 我就站在边 被瑞士救援了 out of my surprise 我惊讶的时候 当他做一个order call的时候 好几个年轻人 自己走出来 站在台前 甚至乎跪在台前 愿意 willing commit 他的life follow after him whole heartily 不是星期一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四 第一次全心地跟随着 好几个年轻人来到台前 自己 愿意出来 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 来跟随着 求子帮助我们 当我们放这首诗歌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 如果你需要重新地说 主呀 给我们能够 好似圣经里面 不要好似那些门徒 我能够 真的来到寻求你的面 真的来跟随你 不要好似那门徒 你说我们不明白 求子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放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 比我们的年轻人 更加有勇气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 有个勇气 可以自己走出来 我相信我们 比一个年轻人 更加有勇气 你自己来到台前 我们要为你祷告 我看你有好几个年轻人 跪在台前的时候 有些坐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开始流泪 他们开始流泪 因为我儿子分享到 他在十凌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种的挣扎 所做过的那种错事 所犯过那种罪 所犯过那种不讨训的事 他分享到他的挣扎 如何日日夜夜夜 很多时候 在游戏机里面 如何放纵自己的情欲 很多年轻人 他们Response 知道他们自己 有在这个争扎里面 他只帮助我们 以首诗歌播放 我们每一个人 眉上我们的眼 眉上我们的眼 求上帝来向我们 说话 对上帝有一个回应 哈利路亚 如果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做一个卫生 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说主呀 我要亲近你 我要寻求你的心 你来到台前 我们要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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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点 很快趣的 因为我们时间的凝固 哈利路亚 好大巴 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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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象岩岩来跟随你 叫我一生跟随着你 保守我心跟随着你 永远坚定 永不放弃 我亲爱的耶稣 你都可以开始的 你跟他讲 跟他祈求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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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中你把我找回 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黑暗中你照亮我心 给了我勇气 重新加地起来 我只想担当唱的你听 我只想担当来感谢你 有没有同伴的人 有没有其他整姊妹 要来到前面 你会认上帝的 你会认耶稣基督的 你会认圣灵的 你很快就来到前面 哈利路亚 我只想担当来跟随你 叫我一生跟随着你 放手我心跟随着你 永远坚定 永不放弃 我亲爱的耶稣基督的 有时候我会忘记 忘了 我希望 有时候还是会哭 哭了 我心软了 有时候眼前的窗框叫我们 黄了 我心软了 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 乱了 我心软了 我心软了 人群中你把我找回 给我一个新的胜利 黑暗中你照亮我心 给了我勇气 重新站立起来 我只想单单唱给你听 我只想单单来感谢你 我只想单单来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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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一声跟随你 叫我一声跟随着你 抱手我心跟随着你 永远天地永不放弃 我亲爱的耶稣 绝对不要忘记耶稣爱你 永远忘记耶稣爱你 来到祂的面前 附近祂怀抱中 看祂的依此而为 来到耶稣 来到祂的工作 祂和领袖 能够出来为他们祝福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感谢你从不曾理起我 感谢你始终那么保容 我只想淡淡唱给你听 我只想淡淡来跟随你 叫我一生跟随着你 放手我心跟随着你 永远天地永远放弃 我只想淡淡唱给你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我只想淡淡唱给你听 我只想淡淡唱给你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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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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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淡淡唱给你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我只想淡淡唱给你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叫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叫我一生跟随着你 放手我心跟随着你 永远天地永远放弃 我亲爱的耶稣 有时候我会忘记 有时候还是会哭 有时候眼前的疮狂叫我们 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只想淡淡来感谢你 我心乱了 人群中你把我找回 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黑暗中你照亮我心 给了我勇气 重新站立起来 我只想淡淡唱给你